欢迎回来 欢迎回来 我今天特意多吃了几个盒饭几个小龙虾 但是我觉得这个分量还是有点轻 毕竟是一个演了十一年戏的老演员 在跟我们开玩笑呢 说这个分量应该是年龄的问题吧 对 是年龄的问题 不过不用怕何老师 我召唤了一种神秘的力量 你不要说洪荒之力 这个已经被太多人用过了 当然不是洪荒之力 这种神秘的力量呢 叫做加法 大家好 我是刘昊然 97年生人 今年19岁 诶 乌雷我们两个家一起一共是 36岁 我觉得好像还有点小 36岁其实已经不小了 但是接下来这个奖实在是太大了 对 还是有点小 所以我们在家 在家 大家好 不好意思我先停一下车 大家好 我是欧豪 92年出生 今年24岁 差点忘记几岁 所以说我们一共是 对 所以我们三个人加起来 一共是 60 我们一会儿要公布的是演员奖 所以说我在这儿就先说一个 我心目中非常崇拜的演员 她今天就坐在台下 她就是鸦鸦姐 佟丽娅 鸦姐不仅演技非常好 成功演绎了非常多不同的角色 而且人也超级心和 还记得我上一部戏 在泰国拍摄 因为总拍夜戏 鸦姐每次就会在现场 亲手做宵夜给我们吃 对 那我崇拜的演员 肯定就是今天同样来到现场的 胡哥 苏哥哥 然后 对 他非常真实的演技呢 总是在让我在现场的时候 苏哥哥和胡哥 傻傻分不清楚 然后有时候我总会觉得 哎呀 这苏哥哥会不会怕冷 我要不给他 披个衣服啊什么什么的 所以呢 才有那张照片 我把保温杯放在他的鞋子里 给他热鞋 保温杯放鞋子里 所以那杯水苏哥哥喝了吗 这个只有胡哥本人才知道 对 其实 演艺圈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前辈 记得我第一次拍电影合作过的 张家辉 家辉哥 还有我们刚刚在影片里面看到的 李雪剑老师说 他热爱这个职业 他会为了喜爱他的观众 会一直演下去 我们期待您更多的作品 谢谢这么多的好演员 告诉我们演员的含义 谢谢大家 我们是新生态的演员 我们会努力向前辈们看齐 他是走好以后的路 在这儿向所有前辈们致敬 所以我们干点正事 开讲 不好意思 获得第28届中国电视精英奖 观众喜爱的女演员是 赵丽颖 赵丽颖 请上台领奖 我一定会考进长流的 她 从今往后 你我师徒 恩断一绝 恩断一绝 请令发表获奖感言 这个首先很感谢 花千古的喜爱 花千古的喜爱 感谢花千古 剧组的 剧片人导演 所有的演员 还有所有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 是他们成就了小谷 我还挺 我还挺激动的 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 自己会拿这个奖 我知道 做一个电视演员不容易 做一个年轻的电视剧演员 更不容易 恩 最后希望 自己能够保持 对表演的热爱 和激情 能够 恩 保持自己的初衷 可以继续努力 而倔强地走下去 感谢自己 感谢所有为我投票的粉丝 还有喜欢我电视剧的 观众的朋友们 谢谢你们 真的很感谢 再一次祝贺赵丽颖 祝贺 祝贺你 今天是个什么日子 又过生日 又拿奖 太棒了 对不对 真的 收到最好的生日礼物 真的太大的肯定了 我想我可能 有了这份肯定 还可以继续 坚持地走下去 一定会的 加油 加油 张领 哇 真的是 其实刚才那几个小伙子 特别奇怪 大家都是在要隐瞒一下 稍微自己的年龄 也就是弄个两三岁 但是他们很着急忙慌的 还要加起来说自己的岁数 加起来年纪挺大的了 对呀 好像比我还要老 都六十岁 到底谁是前浪 谁是后浪 不过我觉得 其实刚才静静说我年轻 但我觉得你也是 就是一直就是有着你那种大气的 美好的感觉 就好像我们这个函树聚水光一样 在释放你的美 那么我们一直说电视人永远是年轻 那其实呢 只有保持这个年轻的心态 创新的思维 还有对心情事物的这种好奇心 和接受度 才会一直地给观众带来惊喜